你是封病行的孙女对吗 你们爷孙俩真是深藏不露 我们发现有人偷是我们太极 这个人就是封病行的孙女 封飘飘 我现在就去召集人马 找封京算账 薪酬 九账 一起算 左连政派 却联合起来欺负一个 年事已高的老人 还有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你进入全国舞蹈大会 取得冠军 只有这样 才能打破太极各派数百年来 所谓的门帝之剑 封病行 它是咎由自取 封飘飘是我的未婚妻 如果诸位还要继续 也是与卫氏一门为敌 我也难以说服众人 保住你的掌门之位 都管卫处 他真的是你的灾星了呀 别去 你外秦 你一从来 都管卫处 你二十五母 都管卫处 你三十六母 都管卫处 然后卫处 我带你去参加卫士一门的家族大会 是 因为之前的事吗 奶奶想让我在家族大会上 当众澄清我和你的关系 我想带你一起去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等等 你有没有正式一点衣服 不正式吗 换一套吧 这件吧 这件正是吧 这是睡衣吗 怎么说话呢 就 就这几件了 挑一个 算了 我带你去买衣服吧 不是赶时间吗 你就挑一个呗 拒绝反驳 走吧 魏先生 你好 来 里边请 两位想看什么样的衣服 给这位女士 以她稍微正式的衣服 好的 这份请 不行 快点去 是 这件是不是挺有女人味的 这蕾丝还不错吧 这蕾丝还不错 这尾呢 这蕾丝还不错 我要的蕾丝还不错 顶色的蕾丝还不错 我自己去哪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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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点核丝还不错 我不适合穿裙子 相信我 你也相信我 靠着我很累 兄弟 这件怎么样 执意的装 你看看 你看你现在 我过去换衣服去 快点 我过去 迎接晨晰 深深呼吸 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 无畏无惧 多一点努力 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 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 一朝一时解决所有难题 就算有再多阻力 我也不会放弃 守护只属于我们出现的秘密 你去快点 书点花 把这件衣服打包了吧 谢谢 不要 这个衣服我穿不太好看 而且 不要 过去 完了 你没机会先走 你 走吧 紧张了 不然我们别去了 我有点害怕 别紧张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让诸位门主和奶奶纠等了 让诸位门主和奶奶纠等了 卫掌门 卫掌门 之前你说代掌门说要召开家族大会 并向我们当面澄清和风家的关系 如今掌门却带着风家人初双入队 这是在呼诺我们这些门主吗 卫掌门主 卫掌门主 稍安勿躁 卫掌 你和风飘飘现坐下 不用了 我站着说就行了 武林败类之流 我等不屑语之同武 没错 这女孩 是风家的后人 卫掌们带她参加家族大会 把她封为座上宾 简直是对我们的奇史大辱 今天向大家召集在此 是为了排解雕 多年存在于太极四大家族中的门帝之间 诸位对风病行和风飘飘的偏见 都起始于宗门立下的 船内不船外的规矩 因为这个规矩 不仅我卫视一门封闭多年 其他的三大家族也包括在内 这么多年来 没有诞生出一位太极宗师 长此以往 太极再也不希望 卫初啊 如此威严耸听 是否出言过早 毕竟我四大家 靠着船内不船外的规矩 才保持了太极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若是放开了 那太极才是真的乱了套了 可如果 有非四大家族练武奇才 被发现了呢 如果这个人被发现了 我的意见是敞开大门 互相交流学习 给太极注入新的力量 祖宗的规矩不可坏 你今天的话已经犯了大不尽 请卫使宗祠领罚吧 带着我们小小年纪出此狂言 岂是一次惩罚就能了事的 没错 太狂妄了 忠言逆耳 如果诸位 觉得卫初年少轻狂 不如 我们打个赌 卫初 够了 今天叫你来 是想让你澄清 风病行和风飘飘偷学太极一事 还有澄清和风飘飘的关系 不是让你来当众捣乱的 你到底想做什么 奶奶 我要在这里 当众送飘飘为徒 以全国武道大会为约 如果飘飘 赢得了全国武道大会的冠军 你们就得承认 他卫世弟子的身份 如果他输了 我愿主动辞去 卫世掌门一职 从此 再也不提门第一事 如何 全国武道大会冠军 就凭他 真是痴人说梦 好啊 我倒是想看看 掌门能培养出 什么样的弟子 这次全国武道大会 按理说 太极正宗也会派高人去 人选 不是仙姑 就是我 哼 就凭他 想打败我 一个区区武林败类的孙女 门都没有 好 那就请诸位于明日 见证 我和飘飘的拜师大殿 这也是 我对他的沈默 飘飘 你先去门外等我一下 威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奶奶 我做的这一切 并不是为了飘飘 打破门第 发扬太极 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而飘飘 是代替我完成梦想的 第一步 皮肤汗大树 不自量力 卫处 你还是太年轻了 门第之鉴 是老祖宗一早就定下的规矩 岂能是你想打破就打破的 我知道 奶奶 但是 总要有人走出这一步 你今天做的选择 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好了 我累了 你们走吧 奶奶费心了 卫处 先告辞了 卫处 没事了 我们走吧 卫处 谢谢你 谢谢我干吗 我也没干吗 没事 没什么 是吗 对 韦处 你今天在魏佳 说的话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怎么 对你自己没信心啊 当然有 我 我就是怕 如果我得不了冠军的话 那你岂不是 不这么做 就无法打破 几笔已久的门第之鉴 得票 你不要想太多 其实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 为了什么 为了 让太极把眼光打 也是 为了你能 继续留在我身边 你说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我是说 让你留在我身边 可以光明正大的学习台积 对了 你一会儿 要准备一下 你自己和我的白石仪式 还有仪式 是啊 为了让你留在我身边 还真麻烦啊 对了 你为什么要送我 这种鬼的衣服 不喜欢啊 喜欢 喜欢就好啊 就当做是 这么长时间来 我对你的犒劳了 那我换衣服 准备去上课了 好 那早点回来 我还要 给你嘱咐一些 过几天我们拜师一事的 注意事项 好 你们知道吗 魏楚一直在叫风飘飘练太极 说要破除什么门第之箭 而且魏楚和风飘飘好事将近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你说魏楚向风飘飘求婚了 什么 那风飘飘答应了吗 当然答应了 他俩都两情相悦那么久 怎么可能不答应 你们在这儿聊风飘飘和魏楚的事情 聊得挺开心啊 我们 你们知不知道一时口快 这样的八卦谣言传出去 当事人会有很大的困扰 笑笑你误会了 这不是我们传的 这是编辑社经过事实确认的 编辑社确认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根据编辑社的调查 这件事情应该是太极系传出去的 他得到了魏楚的确认 这应该假不了了吧 而且公众号上面 还有他们俩的照片呢 当事人来了 你自己问他吧 笑笑 看什么呢 我 所以是真的 不是 笑笑 我 我只是没做好怎么告诉你的准备 还 笑笑 听我去 笑笑 笑笑 我真的把你当成我好朋友 你把我当什么 全校都知道的事情 就我不知道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说我不把你当成好朋友 是这段时间太忙了 我没有想到他们那么爱讲闲话 传闻怎么传得这么快 传闻 他本人都确认过了 传闻 笑笑 你不用再解释什么了 你那么看重他 我说什么都没用 笑笑 我承认 我没提前跟你说是我的不对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 你有点太敌视为处了 敌视 我是为你好 总会遇到他 你差点被退学 嘴闻满天飞 照顾他几句你都忘了吗 其实 也不完全一样 他 有的时候 也挺好的 算吗 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找你的位置 笑笑 谁啊 学妹 你怎么了 没事 学姐 你有事吗 封学妹在吗 那她不在 那就麻烦你 帮我把这份巧克力 转交给封学妹吧 祝福她跟卫会长百年好合 我一直很倾慕卫会长 不过 既然她有喜欢的人了 真羡慕封学妹啊 不过 不过 学妹 我看看她 你都不在乱 有时候 你还不在乱 我做了 也不在乱 你也不在乱 我做愿乱 你也可以 你帮我做愿乱 你做愿乱 多怪你 怎么了 你也不看编辑社把我们俩关系都写成什么样了 说你对外宣布我是你未婚妻这个事情 肖肖知道了都生气了 怪我没告诉他 这件事情需要我来对外传出吗 自从上次 我在家族大家面前 宣布了这件事情之后 消息不禁而走 可是我看上面说 是跟你本人确认过的 编辑社的人确实来问过我 我谋认了 抱歉 对外宣布这件事情 没有告诉你 这件事对外宣布 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至少 有了卫家的庇护 你来我这里练习太极 或是代表太极出战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知道 太极 就是为了太极吗 可是我们的感情也是大事 对外宣布了 就这么一婚宣布了 总觉得有点草率 既然我们现在 是订婚的关系了 那 我要不要去拜访一下封爷爷 一起啊 我不去了 我下了要上课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那我去上课 等一下 送的什么礼物给封爷爷呢 每当夜深夜泪会落下 也许是习惯了孤独吧 所有缺慢 所有苦难 还在哪儿 多谢关长 难得你这么忙 还抽空来看我 我这老头子 真的感激不尽 哪里 其实我今天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 想跟封爷爷商量 什么事 进来吧 这 这只是一份博礼 送给封爷爷 你来看我就好了 不用说厚礼啊 这些都是 与飘飘订婚的彩礼 还望您效纳 原来如此 原来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种着飘飘来的 自从上次订婚的事宣布以后 还没有正式地来看望过您 再加上 之前让您受伤的事 为处心中实在不安 送这些礼物 还望您效纳 我拥有你这么好的孙女婿 那我对飘飘就放心了 飘飘这孩子 心意而好 就是脾气有点急 于是沉不住气 以后希望你 还要多多地教导她 爷爷放心 对飘飘为主会全心全意 好 那就好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先走了 爷爷 我先走了 好 没事常来 我做好吃的给你吃 爷爷 你不是说你不回来了吗 我有点担心 飘飘 以后我就把你交给未掌门了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当时是在说你们两个订婚的事啊 以后啊 就是一家人了 要好好地相处 封爷爷放心 那我先去休息了 你慢慢慢慢聊 爷爷 回去吧 我回去了 怎么了 我要不送送你 你还在想订婚的事啊 我觉得发生得太快 我还没有适应一下 那你就快点适应一下 你对感情是不是太草率了 我生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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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走了 拜拜 去 那么还没走 快走吧 拿了 现在回家的话 也肯定要问多问西 我不如去找魏楚吧 我再跟他理论理论 怎么又是你 上次让你逃掉了 这次没有机会了 魏楚 小心 你怎么回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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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怕你危险吗 你看这路上 多危险啊 行吧 那我还得 谢谢您 回家吧 回家 好 回家 回家 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已经过去了 别多想了 可是我总觉得那个人也有点眼熟 又想不想也是谁 别想那么多 好 等到时机一到 那个人就会露出他的真面目 还好我聪明 多留了我心眼 不然你又该被怎么样了 你要是在我身边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好了 别说了 我去宿舍取个东西 你早去早回啊 那个黑衣人 应该在短时间内 不会再有所行动 真的 等待回来啊 好 童飘飘 我找你有事情要谈 等我们打赢了挑战赛 拿到全国武道大会入场卷之后 请你不要跟我们去参加比赛 凭什么 你知道因为你的事情 魏师兄需要背负着 多大的责任吗 这是我跟民主 两个人的事 你们的事情 这是整个团 Vi好 这两根太极门派的事 如果输了 太极各家联合逼宫 你让魏师兄怎么去应付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相信 那你就拿出点实力啊 肚子说一下 肚子说一下 没肚子啊 屁肌 你打死了 来准备 那个不是肚子 走 你不能走啊 大家就去换衣服了嘛 等一下 好 来 来 你这就有时候才走对不对 对 好 下一个 不好意思 我笑了 你再不去换 我就要去换了 我有点害怕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太空了 来 一 二 来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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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洗澡 开 看这边顺多了 嗯